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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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美南集团公司的老总 同时她也是American Chinese Arthur 她写过几本书 她看到这个广告之后她就建议她说 Grace 真的你女儿这么小的年纪 做这么好的成绩 建议你写一本书 我当时就觉得小孩子还很小 根本就才上初中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贡献 怎么可能写书 她说你讲的不对 她说你想一下 当时你一个中国妈妈带的女儿 从德州跑到好莱坞来 你是不是觉得有一本书 都能够告诉你怎么样 来Break into这个好莱坞 我讲她说的是对 是这样子的 当时我刚过来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一本 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去视镜头 告诉你怎么样去跟这些 文艺界的人打交道 但是并没有告诉你如何 来引导孩子和帮助她来 进入好莱坞 对 尤其是说你发现说 自己的孩子有这方面的 兴趣跟才能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帮助她 因为很多我们以前 比较保守的一些父母亲的想法 就是说这个环境很复杂 不想让他们去触碰 但是其实妈妈父母亲 如果在旁边的话 其实主要是孩子们的兴趣 你可以其实帮助她 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平顺 不过你说到女儿的成就 我觉得很大是要归功于你了 因为当然孩子的杰出 当然她自己本身的才能 但是如果没有你在旁边的 鼓励她 让她去能够很安心地走这条路 然后能够很踏实地走这条路 其实她也很容易走偏 对不对 你讲得很对 是有父母的帮助 同时也有个大环境 比如我女儿做的最大的一个广告 就是在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北京拿到第一次 是说她就被选上了第一主角 代表唯一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年轻运动员 是这样子的 也有大环境的原因 是是是 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是一个妈妈的爱心 你看她这本书 自己的照片是像浮水印一样在背后 反正女儿是在前头 所以你这个护女爱女之心很显而易见的 真的就是都表达在这本书里面 但是我也看到了这本书里面也可以就是说描述到说 你自己可以说是当初有短暂的跟女儿分开 然后来到美国 然后那种自己要去奋斗 然后又要想说怎么样可以把女儿赶快接过来 是的 我觉得那个心情让我特别的感动 要不要说说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这种牵绊 是不是让你现在对于女儿的这个 跟她一起工作的时候 那种感觉又更深切了 是这样子的 因为说起来是到了八九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中国国门刚刚打开 那我是第一批呢 算是很早来的 很早来的 国内第一批进出口人员就是带我美国来 因为当时我们是要 handle所有的从国内来的那些 Kmart、Walmart、Sales Target的所有的产品 就是外贸人员 外贸进来的 说那个时候来的比较早 说小孩子当时的话还是蛮小的 是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听党的领导 是 听国家的指挥 调你过来你就一定要过来 是 所以说就是这样一种 蛮辛苦 蛮辛酸的 不过总算都熬过来了 那么最可爱的就是说 您会接触到这个好莱坞 也是因为女儿的关系 但是这是有个因缘机会的 我们稍微休息 等一下回来谈谈 怎么样呢 这个本来应该是当新妈的 现在就自己也变成明星了 好不好我们稍微休息回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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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3